這個工程的合約呢 施工基地應該設圍欄 沒有固定的護欄 臨時所應該要派人員指揮交通 其實是寫得清清楚楚啦 但是有做到嗎 形同據聞嘛 另外呢 主要是因為邊坡整治呢 原定1月20號就要完工 只能夠展延到4月26號 如果預期的話 每天要罰錢啊 這解釋了理想 為什麼這麼急 我趕快假日 我趕快偷偷施工 反正沒有人發現 我趕快把它做完 然後工程車的停放處呢 是變到合約只有規定工地 其實那個轉彎呢 去過現場的人說 這轉彎真的是很小很難轉 有民眾在現場看到 連警備車都通不過 沒辦法轉過來 但是李懿祥 他是老手 他是個承包商老手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車 十幾噸呢 所以你怎麼會想要去冒險 去轉這個彎呢 另外我們看到 針對這個李懿祥 還有東西營造 申請假扣押3.76億 法院都已經 裁准查封了 我覺得在這個心理上 當然必須要給他教訓啦 他該負起 他該負的責任 但是錢對於家屬來講 已經沒有意義了 而泰魯閣號呢 6億元 人員傷亡的賠償 台鐵營運損失 軌道電車線的回損 零零總總損失 超過了10億元 50條人命 上百個破損的家庭 我想問一下 這個洪雲教授 您在政府部門呆過 像這樣的人 李懿祥 為什麼他的生意興隆 可以不斷地 接到政府的工程 所以我覺得發生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人非常可惡 可是我們就很好奇 為什麼一個這樣 劣跡斑斑的這個公司 他可以鎖向無敵 他可以 我看他拿了六七個案子 那這個東西就回到我們台灣工程界 有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文化 叫做最低標文化 最低標文化 最低標文化 就是說呢 其實在陳水扁時代 那時候行政院就下了一個 這個行政命令 就規定 除非特別狀態 一律採用最低標 那這個行政命令一下以後呢 我今天可以很坦白地告訴各位 政經的廠商 大的廠商根本不跟政府打交道 因為不會有利潤的 結果變成說 那越偏遠的地方呢 大的廠商越不去 那大的廠商越不去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就像這樣的公司 他就會在那個地方 這個鎖向無敵 那最低標文化造成 多大的影響呢 我記得 尤其是我們在偏鄉 這個一般像這樣的地方的偏鄉 它的共同點是什麼 它的工程難度非常高 它的技術的品質要求很高 但是它的單價很低 而且它工程規模不會太大 所以大的廠商是不會去的 所以你就會 你就在這樣一個狀況下 你越偏遠 你的品質越難掌控 然後像就會出現很多的公司呢 我們叫它做皮包公司 就是說呢 它沒有什麼本事 它唯一的本事就是 它政商關係很好 然後它就去拿了 它就去把這個標 用一個很低的價錢搶下來 然後要不然就自己 把好做了做完了 剩下的就丟出去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是比品質啦 就是比它的活動能力 比它的政商關係 然後呢 他們常常就會發現說 因為我關係很好 我就知道說我把這個 我用這個價錢搶下來以後呢 我有把握可以追加預算 我有把握可以展延公期 先拿到再說 先拿到再說 所以到了最後你會發現說呢 看起來我們好像省了錢 最後你花了更多的錢 然後你的品質呢 就更沒有辦法卻跑 那一般在大都會 這種狀況不太會發生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看 可是像這種偏遠的地方 離台北越遠 這樣的狀況越猖獗 結果就會發生這樣的一個慘案 所以那假如我們今天 不正視這個問題 還是要還是用價錢來看 來看我們的這個標案的話 我必須很坦白的 也很遺憾的告訴各位同胞 這樣的狀況一定會再發生 因為它是一個根本 它是一個本質的問題 它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我再跟各位舉個例子 我在內政部的時候呢 我有一天去金門 去訪市 結果金門縣的縣長 他就很興奮的跟我講 他說李部長 我們金門大橋標出去了 我就問他 我說那得標的廠商是哪一家 他就給我那家廠商的名字 我就告訴他說你非完蛋 我說你完蛋了 他說為什麼你完蛋 為什麼我會完蛋 我說這一家公司 是有名的皮包公司 它要是有能力把你做完 我就隨便你 結果果不其然 他把好做的一部分做完了 然後就擺爛 現在我請問你 金門大橋過去的八年了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然後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錢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在內政部 我都知道這家是個皮包公司 你在台北都知道 這個金門的廠商有問題 那你 他會不知道嗎 他是台灣的廠商 那你是主管部門的交通部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而且國家門面的工程 你怎麼可以利用這種方式來招標呢 同樣的例子也是在 機場第三航下的跑道 那是我在工程會當主委 永遠修不好 那我就很納悶了 他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 怎麼會永遠修不好呢 我就請我的同事呢 就把他的招標的這個資料調出來 我一看呢 這家公司是做港灣的 他從來沒有做過機場跑道 那怎麼辦 他也得標了 然後呢問題是 我們一般碰到這種狀況呢 就會進入法律訴訟 可是問題是機場跑道是不能 不能停下來的 最後是工程會介入 才把這件事情弥平掉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最低標的文化 其實在台灣 已經對我們工程界造成 非常大的傷害 我還請我的工程會的同事 做了一件事情 我請他把全台灣一百萬以上的標案 全部給我調出來 二十六萬筆 我把這個大數據整理出來以後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可以跟每個部算命 我幫你們MRI全照完了 我可以告訴他說呢 我只要看他的招標太一樣 這個局長沒事我就隨便你 我舉個例子 你一看你就知道 這幾個人做不完任期 這幾個人沒事 不是 我可以告訴你 A公司加 A公司 顧問公司加 B廠商等於完蛋 然後呢 很多的縣市 只有五家廠商進得去 其他的廠商你都不要想進來 那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一場大雨 會路上會破三千個洞 所以我請教您怎麼做 那如果在一個最低標的 一個這個標櫃的情況之下呢 明明知道它很差 但是它最低標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求取平衡呢 所以我那時候就做了一個 叫做最有力標 什麼意思呢 我把所有的這個 招標的太樣做出來 把廠商的履歷做出來了 像這種公司 在第一個階段 我就把你淘汰掉了 我把你廠商分A B C 然後你這七級的廠商 有個過濾的機制就是了 我就把你失誤了 然後你在程度以上的廠商 你再來比價錢 再來比內容 事實上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確保 我們的工程的品質 那可是為什麼 公務員都不想用最低 都不想用最有力標呢 麻煩嗎 不是 因為最低標最安全 最安全 因為真的出事的 它最原意啊 你說錢的方面安全 它在法律上它最安全 法律上安全 就是說 就比較不麻煩嘛 你的方式麻煩很多 因為多了很多到程序嘛 不是 因為我們台灣司法界 我也必須講 過去常發生的案子是什麼 這個工程發包了 結果沒有得標的廠商呢 就去檢舉 結果檢調就來了 然後就開始搜索 然後就把這個 所有的資料都帶回去了 等它弄清楚的時候 半年去了 這些承辦的官員 已經去了半條命 那假如我們司法 是用這種態度來 來辦我們的工程案的話呢 那當然是最低標 因為我實際上 沒有必要去擔這個風險 所以那時候 我把這個招標系統 做出來以後 我還去拜訪哪幾個單位呢 調查局 廉政署 審計部 我就告訴他們說 我要實行這個辦法 我拜託你們 當一個公務員 一個單位 沒有採用最低標 請你不要用有色的眼鏡去